大家好 今天是10月6日 星期五是10月份第四个假月天 股市明显有少少断定的势头 不过暂时来说都是初步呈现一个断定 未能够正式作实 不过今个月的形态 技术上已经是扭转成为先低而后高 稍后再作分析先看指数 恒指今早先是高开157点到17370点 之后由这下开始是换步慢慢升到17603点 相对昨天收市来说这一分钟是升了390点 亦记得上是轻轻回到10天平均移动线之上 但由于买盘高台始终来说有些保守 结果市况又稍微拉脚 而大部份时间指数都是拉距在17450点左右的水平 即是指数暂时是咬住10天平均移动线 17526点左右 但又未正式能够突破 可能需要稍微等 但大家看看今早指数最高见过17603点 即是已经升破了今个月3号高位17546 简单说今个月直到今天指数最低的指数就是4号的 17094点 而最高的指数暂时来说就是今早的17603点 即是形态上是一个先低而后高的格格 波幅 Gen2 quero不平之只有15509点 不过这样一个月的高低位 一般要不应该同时出现在3个交易电位之内 还有15509点波幅也不可能满足 整个月的要求 再很简单 只要前后的指数 等二點的波幅既然是先低後高 是必一定向上挑戰萬八點的水平 剩下的指數是否能夠繼續站穩在17,094點 講到這件事 我們不妨再看看移動線方面的情況 直到今天為止這一刻 移動線的排列仍然還是倒墜模式 即是250、150、20、10天線 而恒指剛剛在十天線下方一點 不過兩者的距離是很近的 一百點都不到 只要指數稍微有少許轉用 是可以突破十天線 如果一旦出現這個情況 我們就要留意 只要恒指在收市那分鐘 講明先是收市那一刻 連續三天是收在十天平均移動線之上 可以說大市已經初步出現一個回穩的勢頭 何時才是真正的回穩 當市況在十天線上慢慢慢慢再推上 最終是會拉著十天線止跌回升 而當十天線止跌回升之外 慢慢再升上二十天線 那就確認了這個所謂的不斷沉底形態 已經暫時告一段落了 那一分鐘就要看成交金 會否配合 如果有足夠的推動力的話 市場是有機會 亦都有條件進一步挑戰 萬八甚至乎五十天的平均移動線 五十天線現在在18,290點 正在水平 其實距離現在的延止來說 還有幾百點 你說遠嗎? 又不是很遠的 只要萬幾點的市況 稍微有些賣盤湧上去 已經可以到 問題就是賣盤何時才出來 升市始終要找借口 即是市要反彈都要若忍 現在的若忍可能就是施政報告 如果能夠減印花稅 股票交易印花稅 或者是買樓的一個辣椒 是撤掉的話 可能就會成為升市的一個借口 最低限度 萬九號萬八號做淡那些 應該先行回吐落斜 即是賺了就平創先 你一平創的市值 必然推上去 加上有部分短炒的資金 亦都加入去追訪 就成了勢頭 至於後續 能不能夠發展成中期的升浪 就要看成交金額是否配合 但不要說太遠 現在先看行車收市那兩分鐘 能不能夠正式 找收在十天平均移動線上 這個暫時來說是最關鍵的 大家好 今天是12月6號 星期五 股市今早出現一個明顯的反彈 結果恆生時速 也輕輕地創了這個新交 變成來說 12月份的股市 暫時已經是出現一個先低後高的走勢 等一下我們再分析 我們先看看那個指數 早點行程指數先高開一百五十七點到一萬七千三百七十點 由於股盤好像是明顯的減少 加上買盤也一點一點的出現 結果股市在高頭比較一般之下 還是能夠上升三百九十點到一萬七千六百零三點 可惜在高台買盤還是有一點保守 結果整個股市大部分時間都是在一萬七千四百五十點左右進行一個整顧 好了 經過今天的指數的反彈 由於恆子已經升破三號的高位一萬七千五百四十六點 等於說12月份的股市暫時來說最低的是四號的一萬七千零九十四點 而最高的指數暫時來說就是六號今早的一萬七千六百零三點 等於說這個走勢已經出現一個先低而後高 波普有五百零九點 首先一個月的高低位是絕對不可能同時出現在三個教育天之內 還有五百零九點的波普也不可能滿足整個月的要求 那剩下的問題很簡單 只要指數不再低過一萬七千零九十四點的話 在先低後高的盈態主動之下更高的指數應該還是在後面 我們再看看移動線方面 其實現在十天線已經跌到一萬七千五百二十六點 而二十天線也跌到一萬七千七百六十五點 相對今天早上的指數曾經一度高漸一萬七千六百零三點算起來 股市今早已經曾經一度少回升到十天線以上 當然要是在收市的那一分鐘不能夠升破一萬七千五百二十六點 就不算是真正的突破 雖然說這個暫時營態已經是先低後高 可是我們還是要等 直到韓正指數能夠回升到十天線以上 超過三個交易天 那就會基本上出現一個初步真正的回吻的勢頭 往後就要看十天線什麼時候才能夠升破二十天線 因為一定要等到這個信號出現之後 我們才能夠說 整個不斷往上尋找地位的走勢已經明顯的改現了 我們再退一步看 今年的高位是一月二十七號的兩萬兩千七百點 最低指數暫時還是六月還是十月四號的一萬七千零九十四點 等於說今年的波幅也只有五千六百零六點 說真的這個波幅真的是相對比較少 可是今天股市暫時成交也相對比較低迷 所以變成了可能往後的波幅也會受到虧欠 還有一點 從一月二十七號到這個月十月六號 一共是回調三十三個星期 從這個方面來看時間不算少 等於說像去年 去年是從二月十號的高位兩萬五千零五十點 跌到十月三十一號的低位 那個一萬四千五百九十七點 股市一共回調一萬零四百五十三點 而時間是三十四個星期 那等於說今年一直回調的時間已經是差不多的了 當然可能還會有一到兩個星期 可是總的來說 現在已經差不多接近那個 中期大幅度回調的底部了 要是這樣說起來 只要指數不再低於一萬七千零九十四點的話 我想要看成交 要是成交能夠稍微配合一下 動力方面能夠改善的話 股市應該可以慢慢地出現一個明顯的反彈 往後就要看看成交方面能不能夠稍微配合 好了 下個分析就說到這裡 大家記得按LIKE、留言、訂閱、按鈴鐺 分享給身邊的朋友 如果想鼓勵我們的話 歡迎可以按SUPERFANS給多些支持我們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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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